龙珠超,赛亚人全面洗白,弗丽萨成最大恶人,他要被灭族了。 其实龙珠超76话的内容,很明显在暗示我们,诺拉和悟空他们要握手言和了,因为剧情中说到,悟空的父亲巴达克是营救诺拉种族的人。 当年就是巴达克对付的弗丽萨,所以说现在的诺拉也知道了真相,既然如此,她肯定不会再为难悟空了。 但不得不说,诺拉是真的厉害,把悟空和北极塔两人都给打爆了,从未见过有这么强的敌人,之前的摩罗篇章,都没试过,唯独诺拉比较特殊。 现在的剧情还告诉了两件事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赛亚人全面洗白。 既然有了巴达克作为铺垫,那么后续的剧情就好说了,诺拉从一开始就把赛亚人和弗丽萨绑定一起了,认为他们都是同伙,所以不管先遇到谁,都只能是干掉。 那么如今真相大白,赛亚人是好人,是帮助过他们种族的人,这一份恩情,诺拉会铭记在心。 继而也说明了一件事,赛亚人将会全面洗白。 之前的赛亚人还是弗丽萨的部下,他们帮弗丽萨做坏事,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,因为他们打不赢弗丽萨,只能屈尊弗丽萨。 而弗丽萨对他们也是非常残忍的,不听话就只能被消灭,所以之前赛亚人都是负面的形象,如今有了巴达克传说,那么赛亚人必然将会迎来全面的洗白。 所以我们将会看到贝吉他的崛起,他现在已立成当了关于赛亚人不好的信息,因为贝吉他愧疚,当年就是他到处害人。 他背负于坏人的标签,可他现在有了转变,不想背负这个罪名,贝吉他只能放手一搏,这对于他来说,也是一种释放。 02.弗丽萨成罪大恶人 赛亚人洗白,那么弗丽萨就变成了最大的恶人了,因为现在一切的矛头都是相弗丽萨,他之前做过的事,是要偿还的,到处破坏别人的星球,心狠熟辣。 所以在力量大会的时候,即便是他帮助了贝吉他等人,大家都没有办法原谅他以前所做的一切,这弗丽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,要么彻底消失,要么为了地球的安全,牺牲自己,帮助悟空消灭西他等人。 03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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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3 他可能也要尝试一下,被人灭族的感受了,之前怎么对待别人的,现在就得要还回来,这就是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水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